我们前天讲完台湾选后 网络上就有网红带头 跟一群民众高喊选举不空 质疑作票 我再讲一遍 不是说你不能够质疑 但你指控的是这么严重 要求的证据程度当然比较高 这跟什么胆结实是一样程度的事吗 这群网红就是举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 就被骂爆了 在我们前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朋友们反应很热烈 大多是在指责网红乱讲话 但也有些朋友反复强调 矫正小瑕疵的表现 既然现在有政党提了 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做一集 来看看一些推动电子投票 不在籍投票的国家 选举到底是不是公正很多 值不值得台湾仿效 大家好我是饭鸡飞 欢迎收看饭鸡的特别看事件 首先我们先来讲电子投票 现在包括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家 都有在使用电子投票机 前年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宗翰的小发明详细介绍了投票机的历史 大家可去看看 但今天我想来举荷兰的例子 荷兰跟我们一样都是用纸本投票 会让选民领票之后 用红铅笔在选票上画迹想投的候选人 但荷兰其实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 从1970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 荷兰都是使用电子投票作为辅助 明明用了30多年 为什么走回头路呢 因为2006年荷兰国会大选前 荷兰骇客发起了不信任投票机行动 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荷兰还成立了独立委员会展开调查 总结起来当时的疑虑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安全问题 像投票这样影响民主根基的系统 资安可不能用纸糊 不止可能被国内不同党派的骇客锁定 选举还可能被外国干预 第二计票不透明 相较于人工开票一张张盘点选票 过程开放民众录以监票 投票机会直接统计数字给你 最后计票数字的产生 有没有被动手脚就很难知道 有问题你又怎么可能重新验票呢 第三投票不够保密 投票的时候秘密投票的原则很重要 是确保选民投自己想支持的候选人 不被暴力胁迫投票的重要基础 但使用投票机的时候 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确定你有投票资格等等 这个过程不就是让城市有办法追查 每张选票是谁投的了吗 在这些争议发生之后 原本的投票机就被淘汰了 荷兰也在2008年改回用纸笔的纸本投票 政治人物也常常觉得 谈DX投票很败票根本没有市场 荷兰选委会里面的专家 就告诉荷兰媒体 电脑投票或是网络投票确实很容易 不只省掉发放选票的人力成本 结果也马上就会出来 前前美国的一项统计显示 人工计票不管再怎么样仔细 都还是可能有大约2%的错误率 但这2%是很难改变选举结果的 虽然纸本投票会有人为疏失 但这些疏失通常都不大 却相对可以保证选举可验证性 透明度跟秘密投票的唯一方法 不过荷兰选委会也提出 虽然用红签笔投票很老派 但还是有电子化的可能 除了把开票结果及时送中选会 让两边结果可以马上对照 或者把选票改成可以电脑读票计算的方式 让电脑协助进行第二次的计票 这样不仅可以缩短开票的时间 也可以让人为失误率下降 再来我们来谈谈不在籍投票 这个台湾有立委推很久了 但大家说的方法其实不大一样 有的很开放 让别人代理投票都可以 有的是说投票日弹性一点 让民众可以提前投票 有的就很单纯 就是把投票所从户籍地改到居住地附近就可以了 但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邮寄投票跟网路投票 先讲邮寄投票 也就是让人在外地的选民自己把票寄回来 可以大幅降低返乡投票的成本 所以邮寄投票好做票吗 我们来参考美国的例子 邮寄投票在美国实施多年 每个州的规定不大一样 过去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就像我们前几天说的 邮寄投票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就成为热门话题 因为当年碰上疫情 采取邮寄投票的人数创新高 有超过6500万人邮寄选票 但川普选前就不停地造谣 他说民主党找小朋友到处搜刮油桶 然后把大家投的票交给某个人集中造假 不然就说邮寄投票就是成千上万人 跑去某个人家中拼命做票投给民主党 再强调一次 这些当然都没有根据了 这些话虽然都有被辟谣 但川普的造谣反倒让两党支持者 开始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去投票 以弗州为例 过去两党在通讯投票的人数是一样的 但川普一质疑邮寄投票的问题之后呢 登记邮寄投票的共和党人足足 就比民主党人少了70万人 这个结果就是开票的时候 因为共和党人投的比较多的现场投票先开 川普就在一开始取得领先的时候呢 马上宣布当选了 但等邮寄投票检查完 正式开票之后 选情一系翻盘 这个开票的时间差就被川普拿来炒作 这是做票选举不公 最终就演变成国会暴动案 自由派智库就指出 当时邮件选票算比较慢 是导致做票假讯息满天飞的主要原因 因为一瞬间的拜登票涌入 让挺川选民有种选举被偷走的感觉 一直到现在都有人酸拜登曲线 虽然之前各州官员都有提醒 不是开票业就能够绝胜负 票数还是会更动的啦 但大多数选民没有意识到 邮寄选票造成的开票速度不一致是正常的 结果这个时间差 反而造成他们对选举制度的不信任 最后讲一下网路投票 这是个同时采用电子投票 跟不在籍投票的方法 这就得要提到爱沙尼亚了 他们从2005年开始采用网路投票 过程大致是这样 首先下载专属应用程式 接着把身份证插入读卡机 或是透过eID的方式 进行选民的身份验证 确认投票资格 接着就可以投票 最后再用数位签名来尼封投票 整个过程只要短短一分钟 爱沙尼亚会给你大概一周的时间进行网路投票 厉害的是在这一周之内 你想改投谁随时可以改 昨天投A今天换B明天再改C也没问题 系统只会记录你最后一次的投票 先前的投票记录会被覆盖 但你如果同时使用网路投票跟值本投票 则是值本投的才算数 所以最后一刻想反悔还是可以投票日当天 亲自去投票站投值本票 网路投票在爱沙尼亚颇受欢迎 主要原因是就是它方便又有效率 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选票是透过网路投的 2023年的国会选举网路投票数 更首次超过了值本投票数 那你说那些不太会用网路的老人家们怎么办呢 例如有些住在安养中心的长辈 可能会把自己的身份证跟密码交给护理人员 请他们协助操作 那就可能引发疑虑 人家真的会依照长辈的意愿来投票吗 网路投票不会被滥用吗 但截至目前相关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 另外一个特别的点是 爱沙尼亚的投票应用程式原始码是公开的 各路专家跟业余好手都可以来盯着系统 这几天除了选票上 要加流水号之类的改革建议 我也看到一个有趣的想法 就是用区块链电子投票来增加透明度 这点国外也有不少的专家网友也在讨论 说这可以大大防止做票 也有办法提升投票率 人口5.6万的格林兰 就真的在选举里面尝试使用区块链 虽然目前都还是在小规模的实验当中 但或许也是未来选举前进的方向 至于台湾的选举方式有没有必要改呢 我是看到蛮多外国媒体这一次来 很惊艳台湾这样唱票几小时 就能够知道大选的结果 选民还会自发动员到场监票的状况 要知道像是美国这种大型民主国家 开票可能要花上好几天才知道结果 一些民主国家也没有台湾选民这种热情 理论上让选民越容易投票 让越多人可以参与的方式是越民主的方法 但是要考虑的不是只有便利快速 这种技术问题而已 还有对于这套方法的信任问题要解决 有办法让选民都觉得这套方法是公平的 才能真的稳固民主制度 但我个人对于改变选举规则 才非常保守的态度 改选举规则一定要是瑕疵 严重到非改不可 慢一点不方便一点没关系 但公平性绝对不可以被质疑 改选举规则 美党都会说 我是为了矫正瑕疵 我很公平 我根本不相信 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 以美国民主党的情况 为什么大推邮寄选票 是因为知道自己的选民 对于COVID的态度比较戒慎恐惧 如果不给用邮寄的方式投票 很多支持者就不会投了 共和党会反对 也是因为知道这一点 所以就想尽办法抵制 好比以往国民党担心青年票 不是自己的 所以不推动移转投票 民进党怕在中国的台商 灌票给国民党 所以不推动通讯投票 现在民众党推动网路投票 跟不再其投票 有多少是想要解决 这次开票的瑕疵 又有多少是考量到 下次可以靠改选举制度 拿到票呢 But 现在选票越来越接近 这一次是运气好 几个候选人的票数拉得很开 我们刚刚讲的 根据统计 人工计票 遇到2%的错误率 在这次选举 不管怎么算 都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以不管 但是 要是碰到很接近的选举 这2%可能就造成严重的后果了 如果科技能够将 A误差率降到更低 B没有信任度的问题 C又不会太贵 那我举双手赞成 Let's do it 但如果不能够全部坚固 比方说 区块链看起来很安全 但大家就是不信 那就不能用啦 在无法完全兼顾的不完美世界里 大家就要接受误差率 不能因为一点小瑕疵 就打翻整个结果 要知道 这是个大家都同意的游戏规则 才进来玩 你觉得规则不好 在玩之前就要讲 玩输了才来说 这个瑕疵 那个瑕疵 说不公平 这不是书起是什么 今天我想问的是 你觉得台湾的投开票制度 有什么问题 应该要开放电子投票 跟不在籍投票吗 留言告诉我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你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营的特地看世界 天尾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瞄动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